文化中心提供這麼好的平台 這麼好的資源 讓藝術創作者能有一個展現的平台 這次創作主題只要是以企劃造型來揮霍現代揮畫的一種 嘗試一種可能性 可以說是個人特別的獨特的畫風 企劃造型就正如這裡 它需要以客型李春夏畫作的企劃美學上所述的 它其實牽涉到中古形而上的企劃美學 這幅是2015年創作的《天風浪浪海山桑桑》 它是200號的雙年畫作品 這幅畫在過圖之次是以自動性技法 取得基本上過圖 其實自動技法來講也不全然是偶發性 你必須要完全掌握壓克力美材的特性 你才可以隨心而畫 可以順用你本身的特殊技巧 表現心中所要傳達那種意境 像這一幅畫是要體現那種混沌太虛的 一種狀況的美感 任何每個人生活體驗不同 當然都會產生不同的一種意境 我希望能自由觀察者能夠本身來 跟這幅畫互相來對應互相產生共鳴 這幅畫創作那時候是純粹以希望美財 來表現東方的人文精神 像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很喜歡接近大自然 廠長有一種感覺就是行到水雄處坐看引起石 那時候廠長就自己會去登山 像一個小小的人物背對著觀眾 看著一些大自然的皓妙 這是個人很喜歡表達的一種 傾向大自然的氛圍 這個就像我十九世紀很崇拜的 秦浪漫主義佛羅里的利希 他有一幅會叫做《雲海上漫遊者》 我感受到那一種遠離世銷 一世獨立境界 所以我刻意畫了兩幅歷斯這種作品 這個廟長是很系列 所以主要只是當作一個消遣 觸發一種心中的情緒 顯現個人比較特殊的小和美的一手藝術 我相信在這種小作品裡面 也可以看到很宏觀的世界 一個總和概括的世界 讓每個人去感覺說 心境上接近大自然 敬畏大自然 感覺到一種大自然的氣勢千變萬化 個人覺得藝術的多樣性本身就是一種價值 個人最近在創作 一直在思索說如何表現不同風格的作品 從200號作品到5號妙照自然作品 慢慢延伸到像類似這一種 類似15號到20號規則尺寸的作品 這一種實在體現大自然的自然變貌 它是一種新進發式的自然 不是純粹的自然 等於是經過個人心中的續發去把大自然簡化 用自己獨特的氣化美學的語言 去表達像這一種小品的類似精緻之美 極光異象我個人在這裡總共佈置了差不多 四十七五的作品 最大的從200號到最小的5號 它總和最近幾次畫展 隨心而畫 太續以刻醒到目前的極光異象 它可以展現出我這超將近八年期間 一個創作變化歷程